中国女排2比3不敌巴西女排,能评价下接应位置,杨邦旭和龚翔宇的表现吗?作为国家队的接应教练,安家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像当初刚进入国家队时的龚翔宇,那时候的进攻是何等威猛,在16年的瑞士公开赛上曾经被评为最佳接应,在当年的大奖赛上,龚翔宇的进攻得分常常有十几分,甚至二十多分, 可自从17年安家杰接收中国女排做执行教练,小宇的进攻是江和日下,我想安家杰教练一定是更改了小宇进攻的技巧,导致小宇的进攻明显下滑,各种原因,想必大家一定有数,因为安家杰任人为亲,对菲鲁吉迪接应一定很感冒,所以擅自改变小宇进攻的技巧,让他发挥不出来,安家杰肯定是毁人不倦。